大家好 從來我們講了電動車的狀況 今天我們講一下我們對環保行業的看法 之前我們投資了一些水療療 油溶化 和 Biomax 公司 雙半年的涅飾都做得不錯 股價也有少少升 不過我覺得這個環保的力度 中國政府要做越大 你看最近他們又開始不允許複製 硬碟和硬碟入口 這個會衝擊很多不同的行業 有些下跌或下跌的公司 可能因為這個原因 就可能會有加價的能力 所以這邊也是值得我們多些研究 和發掘一些投資機會 按讚 書來 crap 什麼 架 newborn 生平 成功